比刃再列出了 骷顾雷达民食途的小可爱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Y chopp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我是在法国蔚蓝海岸的图轮这个城市 今天 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渔民之夜 也就是海鲜夜市 那么我就带大家看一看 法国夜市上都吃点什么 土伦这个城市避临地中海 因海洋军事工业而闻名 土伦军港也是法国规模最大的海军基地 我的天 人山人海的夜市 到处都是人 根本走不动到 你看这些鱼好新鲜 都是他们今天早上打回来的 这个是鲦鱼 旁边这个是海鲁鱼 东汉 东汉 喂 女生 喂 像这些夜市摆摊的 他们全都是渔民了 哇 这些鱼烤得呲啦呲啦的 真的 这才叫有烟火气的食物 像这种夜市在法国都很少见 因为法国一般10点以后就没扫人了 这种夜市都是一年才有一次 这些鱼鸣都特别热情 我感觉法国鱼鸣真的很满嫩 哇 我的这个 好爱的 你好 谢谢 我真的是鲦鱼啊 哇 很新鲜啊 里面这个鱼肉 哇 那个皮真的烤得焦脆 哇 其实海鲜这种东西啊 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你吃进去真的就是鲜甜 没有什么其他好形容的 只要它新鲜 味道都不错的 像这样一盘的价格呢 是15哦 还配了一个烤焦了的奶油土豆 酸奶油配土豆绝了 哇 这家摊铺在炸什么东西 热火朝天的 我准备买一份来尝尝 看着它炸得特别香的样子 这样一份的价格呢是8欧元啊 不知道用的是什么鱼 人太多了 你就吃一个摊铺你就要排15分钟 嗨 好吃 很香 很烫 这个鱼的肉质比较的绵软啊 它不是那种很有嚼劲的那种鱼肉 你满嘴爆油啊 炸的没有不好吃的 油炸的东西真的 你炸个什么东西都好吃 哎呀 开始开了 一 二 三 三 三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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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全都是海鲜 虾 然后还有土豆 然后这边呢还有他们制作的海鲜饭 都卖光了 这一家的这个清口那么大一个 好漂亮长得 哇 看看这个 哇 好漂亮 哇 这个清口好大 哇 给了好多呀 虽然全是壳 但是看上去还不错 这个鱼肉汤 鱼肉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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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看好香 OK 谢谢 这么大一盘 哇 太给力了 这么溜尖尖一盘 这一盒只要10欧元了 上面还配了一些奶酪的sauce 我这个清口是真的肥爽 这个大叔说他想要尝一下 好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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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眼睛来尝一盒 超棒 哈哈 很好吃 好肥啊 这个清口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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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尝一个真的这个木鱼肉啊 特别的肥啊 嗯 一口进去啊 那个奶酪的香味啊 马上就起来了 然后带动那种海鲜的鲜味 非常的鲜啊 好多人在我后面 灰舞 哈哈 都喝了酒 就是脑子已经开始燃烧了 哈哈 你看看海边上去了那么多人了 我坐在这儿啊 和摄影师两个人分这一盘木鱼 哎呀 吃完了木鱼了 看看这一大锅是什么 我说 那个叫什么 鱿鱼 鱿鱼啊 不是墨鱼啊 这个是鱿鱼 刚才我来的时候啊 我没有买 我说去逛一圈 结果逛一圈回来 人家饭都没有了 就剩这个 他告诉我旁边这个薯条 可以买一点来尝尝 他说薯条配这个 不会那么咸 它这个啊 它不是薯条 炸的 软滚滚的 买了六个 来尝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啊 不过又是炸鱼吧 没有肉 就一坨面粉 买六坨炸面球啊 我的天 不是这个是炸肉肠吧 科西家的肉肠 你不会告诉我 这个是肉肠吧 是的 哈哈哈 可以了 我买了这个 你喜欢肉肠吗 你喜欢肉肠吗 肉肠 是肉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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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肉肠 肉肠 算了 算了 坑爹 还是吃一下这个 叫什么 鱿鱼 这个是正尔八点的鱿鱿鱼 看这个大小 那么大一个 但是没有饺 吃一个 我本来以为会很咸 但是没有 味道还是很鲜甜的 它里面果然塞了一些馅 应该是 不知道是蔬菜还是肉的 海鲜的烹饪 根本不需要加太多的盐 因为海鲜自带了一种咸味 配上海鲜墨汁酱 祖越莲桐 谢谢 没有 新闻 喂 你好 你好 从沙龙 亲爱的 欢迎在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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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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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亚洲人啊 你来了啊 全场明星 我告诉你 就是所有人都要来跟你聊两句 后面就是那个夜港 所有人都坐在边上 然后吃着东西 喝着小酒 亲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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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坐在海边上坐着 喝个饮料 坐着 都给你打招呼 这就是夏天的味道啊 兄弟们 爽 我还说再来吃点 没吃两家 快12点了 每次排队都排好久 然后本来还有好多东西可以吃 但现在都已经差不多卖光了 还有这儿有卖那个比利时的华夫饼 你看 华夫的烈日 烈日是比利时的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盛产华夫饼 而且是比利时人最爱的烈日华夫饼 这个就是做烈日华夫饼的面团 你看它跟普通的这种华夫饼面团 有很大的不一样 它接近于一种固体 圆滚滚的一团 很像我们的馒头 哇 哇 哇 好多焦糖在外面 看见没有 它这个华夫饼好厚啊 哇 感觉软绵绵的一大片 再来点巧克力酱 哇 看上去确实跟普通的华夫饼不太一样 我感觉它感觉更扎实一些 等一下 它站在我的那个凳子上 味道还可以 但是就是感觉很甜 很呼嘴的感觉 好了夜市呢 今天咱们就逛完了啊 吃没吃多少啊 全吹牛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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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更多有趣海外视频 记得关注视频 每周的更新 不要了小明镇在那里 更多有趣海外视频 记得关注有品 每周日更新 别忘了转评赞三连哟 欢迎订阅